我們希望想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 給客戶是最好的人 這是我們最好的客戶 我是Happaprocial的大衛 那我們店的地址位於 雅南市民主路中西區 後半17下26號 那店開店到現在的時間 將近一半第七點的時間 嗯 因為其實我一直以來 在這個產業做了18年的時間 從17、18歲的地址路來 那我們男孩子總是會想要一個事業 那就會想要到了自己的夢想 去感到自己的男人 心目中的店家 阿波爾請同事啊 他們會覺得說 怎麼開店在一個巷子裡面 那巷子你怎麼看得到 嗯 那過程當中 辛苦一定會有 因為 當你一個人 背著一個人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很累 可是當你身邊 夥伴越來越多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會有一種 當然你解決不了的壓力 可是就是要 扁持著 成功叫堅持 失敗到彼此的心態 就是一直不斷地去 突破它堅持 比如說 可能像我自己也有創業 然後我創業到一半 可能遇到某一個挫折 或者是帶人 可能沒有帶到心 然後明明覺得自己好像 很努力去帶人 可是會有一種心酸 或是 躲在角落自己哭的機會有沒有 嗯 一定會有 老實說 那 怎麼排解自己 會有遇到這種 遇到 同事之間啊 員工啊 你帶人 大部分都會覺得 欸我很同心的帶人 可是我覺得 可能為什麼會 離開你們去 當然 把它換成一個角落講 他們在做夢 他們也繼續 做他們另外一個夢想 就是跟我一樣 當初也不是 包括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 可以扶持啊 可以支持啊 那其他問題 就修正自己 看自己有做不好的地方 OK 那 是什麼樣的時刻 會讓你 因為通常我們會有這種想法的時候 其實是一點蠻嚴重的時候 我們才會去想到這件事情 嗯 就是 我覺得最累的是行願 其實當你 金皮利卷的時候 可是 你又解決不了 例如說 同事跟同事之間啊 或者是 你也要怎樣讓他們去成長 因為 畢竟 他們也要成 生活也要吃飯 那我們就是 待給你們 他們 有這種 可以混一口飯吃 可以吃個包 然後可以賺到錢 那我們就是要去 幫他們 可是這東西會很平靜 那 平靜 都在自己身上的時候 你們看著 你的夥伴們 他們是 辛苦的時候 你就會 心就會 我沒有覺得說 好像自己 適不適不適不適合 真的可以幫 放給你們的 美麗這種東西 它其實也是 我覺得有點儘管 這機師常常會 甚至做理髮生 他會覺得 欸我想會這樣會比較適合 這樣會比較適合 當然 它是跟我們心中的角度 我們會不得我是這樣子 可是大方面就是跟客戶去做溝通啊 我把最好的東西設計給你 你能不能接受 或者是把你喜歡的跟我喜歡的人 把它併在一起成為一個彼此都喜歡的東西 那做到你OK我OK 這個東西就是沒有 在三年多以前 我們就我跟我另外一個夥伴 就我們就成立一個叫XR Bubble Shop 是屬於男士理髮 那這個東西是屬於比較給男士的空間的 那環境就是比較放鬆 讓男孩子有比較不便扭 就來到這個環境的時候 他會比較有大家都是男孩子 有什麼話有什麼東西都可以聊 那我們的店的 我們希望想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是 給客戶是最好的 這是我們最見識 給客戶是最好的 給客戶是最好的 一定會練一顆 老師所交付給我的 那練完之後 我才會去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 因為就每一天都見一個事情 那就是你還不行啊 你懂得OK啊 可是我們現在的方法 可能會有很多 要跟年輕人的思維交召在一起 不是要年輕人來的 討論 討論思維 那跟我們我媽媽的 他們會還會要聊到這 你會不會想到我太奇怪 那他們想到 那 對他們就是要演練 他們想要快 可以 就是快有時間 你要買 你會不會說 那你為什麼 你會想到 送給你什麼東西 我錄行之後 我去應徵 我們的那個電影 賠家電影 他剛好都是夢想的 那我們就 然後 這樣而認識 那他也蠻能給我機會的 就是 大家都是 可能要學到一個程度 他才會想接觸到什麼 可是他會訓練 很快的就丟給我 讓我們試試看 那 那就是我以前的老闆 那 我跟著他整個 十五十多年的時間 那他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 因為他就是一個 心軟 他懂得交捏 就不在乎什麼 因為不然 其實我蠻想要情報 老師謝謝你給我的機會 讓我創造成這個環境 那還有 教導我一個男生的事 那 我們也是因為 很久很久沒有聯絡的關係 因為時間已經很久了 所以就 沒有什麼聯繫的方式 然後還有 很重要的一個人 就是 我的後半 那他也是在 我們這個產業 也是一個 算是想有明星的一個 講師 對 那 我們 從 沒有 到 有 那中間過產當中 就是 很容易爭執的 很容易操作 但是他也不細線的 就是 跟我們溝通 我們兩個就是 故鄉 那 我們現在比較不安靜 肯定 今天 有 雖然 你 對 那 很容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